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立构世界 这是娑婆世界的西方 如来名号第六句看齐 和名要分别 这个要念赤身 爱好 不是如来爱好分别 众生爱好分别 如来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我们就以世尊 在我们这个世间所实现 尤其是49年的教学 教学的对象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其中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学派 这些人 都欢喜 向圣加摩尼佛学习 依佛为师 接受佛陀的教会 而佛陀教会 大原则 总是恒顺众生 你喜欢说什么 佛就教你什么 佛不会也 勉强你去 去学一个法门 不会 一定是随你自己的根性 随你自己的好要 恒顺众生的 欲念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因此 佛的教学不向学校 开一个什么科目 你们大家 欢喜 你们来学习 成立一个班 佛没有 佛一生49年 总是 这个 因人 施教 就像从前 中国 私俗教学 一样 几乎 没有啊 两个三个人呢 共同学一个科目 没有 即使有呢 同一个课本 学的进度也不一样 有人 这个课本快要学完了 有人刚刚来开始学习 老师都教我 诸位想想 这要不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 那你怎么个交换呢 所以 佛也 乐此不疲 欢喜 教化众生 真正是 像普贤菩萨所说的 恒顺众生 随喜 功德 这一点 我们要学啊 这是真正的慈悲 从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 体会得 佛师门中 不学一人 前而言之啊 只要有人向世尊求教 世尊从来没有拒绝过一个人 从来没有排斥过一个人 即使是卧人 他今天发心 想来学 佛也教他了 为什么呢 教育的宗旨 就是 就是转悟为善 那要不教他 他怎么能转得过来呢 他肯来学 就说明 这个人的语言成熟了 如果你不教 你学弃他 这是不是 断人会命 这个经典上讲的很多 断人会命 比断人生命 那个罪 要重得多 生命算不了什么 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四十真相 可以说越来越清楚了 越来越明亮了 四十真相是什么呢 四十真相 人没有死啊 当年佛陀在世 论言会上 佛就讲得很清楚 身有生命 信没有生命 信没有生命 什么是信 六根根信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了 是自己 有生命 有生有灭的生 不是自己 这个道理 总得要参透 你对于 宇宙人生真相 总算是懂得了一点点了 身有生命 信没有生命 如果他没有救 人死了之后 一般人知道 他就投胎去了 他又换了一个身体 换什么样的身体呢 那要看他的夜报了 如果这个人 在这一生当中 身都不少 他换得深 越换越殊胜 福报 越来越大 如果他的心形 不善 那么他换的身体 来世 来世恐怕不如今世 越换越差 佛报 享尽了 这一生 没有修复 来生 就没有福报 苦落 学书很大了 世出世间的圣人 都教导我们 人生在世 要修 要修 能带得去的 这个就聪明了 带不去的 不能修 修了没用处 什么东西 带得去呢 佛法当中常说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那就是 你这一生 所造的 善业 物业 这个东西 带得去 善业 敢 三善道的 佛报 卧业呢 必定招来 三窝道的 苦报 如果我们 知道这个事 为什么不修善 为什么要造卧呢 善业的标准 佛经最殊胜 在中国 三教都 都殊胜 你看看 道教的 太上干颜 文昌 文昌帝君 英之文 服用帝君的 心心 道教里面的 道教里面的圣人 说这个 善物 因果 讲的很多 你看 明国初年 应光大 教我们 念感音频 念音之文 他老人家 特别提倡 有道理 舍佛 如果 疏忽了 因果 报应 不得了 那就是 《地藏经》上 所说的 耶夫提众生 齐心 动念 无不是罪 罪报 这是三图 很可怕 所以 祝福菩萨 映化在世间 很乐意 为我们 分别 耶书 帮助我们 觉悟 帮助我们 回头 第七个 名号 何明 罪 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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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慎 就是我们 一般 讲的 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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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人生是如何看法 这是贱难 凡夫的看法 都是在摸索 在猜测 今天科学很发达 人也很聪明 做了很多的仪器 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比如说磁场 这肉眼看不到的 我们只听说 有定功的人看到 有特异功能的人看到 甚至于一些炼气功的人 他能看到 每一个人都有磁场 在这个气功里面讲 气 每个人都有气 气的颜色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这个我相信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你要经过一段时间 训练 你也能看到 你就知道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凡是物体 都有磁场 大的地球 地球也有磁场 太阳也有磁场 科学家 用仪器观察到 地球的磁场 比地球要大好几倍 地球在磁场的中心 他这个光 非常好看 这些都是看法的 可是看法的 总是避免不了沉浸 佛法里面讲 贫露之 执着 以为自己的看法 是正确的 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 这是 许许多多众生的痛病 愈是在三途 愈执着 所以 他不容易 离开我道 原因在此点 看法要正确了 就不会 就不会多三途 你看 佛经里面 常常说 小尘需托返 大尘 初行为的菩萨 断三戒 八十八瓶 进后 朕 未不退 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 决定不躲三途 那么由此可知 多三途的一定是看法错误啊 对于宇宙人生 万事万物 他想错了 他看错了 所以才有这个果报 虚托返 初行为的菩萨 他们的看法正确的 没有错误 就是说 把错误的看法 统统都修正过来了 这就修行呢 不读三途 保证 天上人间 切次往返 把你的想法 也修正了 也修正了 间接思想 没有错误 超越六道了 六道里面 换句话说 思想 间接 都是错误的 错误的太大了 这三途 错误的 幅度小一点呢 那就是人天 总而言之 不是正知正见 阿罗汉 阿罗汉 这才正得 正觉 可以说 正知正见 至今 没错误了 但是 他还有迷惑 他的能力 比我们 人天 书身太多 人天 跟他不能相比 但是 法生菩萨 思想 见解 与佛 相应 与信德 相应 就是与佛 相应 这个时候 没有错误了 无名 净了的时候 那就是 罪 甚至 无名 没有断尽 法生 菩萨 的 见解 甚至 他的 见解 正确 没有错误 那现在 我们怎么办 我们今天 最怕的 就是执着 自己的 见解 是正确的 最怕的 所以我常常 劝勉同学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 对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 放下 为什么呢 错误的 对吗 放下 怎么办 随身 金教 金教 经教里面所讲的 叫你对于宇宙之间 一切人四无 你应该怎么看 你应该怎么想 那是正确的 我们要信得过 这是我们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互相面临 我们知道 经论里头所说的 是诸佛如来 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 所以 经论是信得 什么人的信得呢 是我自信的信得 随顺经论 就是随顺自己的信得 这真是无比的殊胜 非常可贵 经论上面叫我们不贪 对于世界法 出世界法 都不起贪心的 这是信得 自信里头没有贪嗔痴 自信里头没有公告我慢 自信是纯善 纯净 服侍这个说法 可是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 对于一切人死 不能放下贪嗔痴 为什么呢 贪嗔痴对我有利 这个观念 这个见解 就是错误 他把什么 他把这个身当中 高明一点的人 把自己能够思维 能够分别 能够执着 能够想象的 把这个东西当中 能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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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分别 执着的 语言律心 不是真心 是旺心 把生灭身 把旺心当中 出不了六道轮回 七心动念 再造一 不知道虚妄的 这个旺心 幻生当中 他有真心 他不知道这个 真意性里头 没有贪嗔痴 真意性里头 没有自私 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我们在自己身体上 在一切人事无上 果然 见性不着相 功夫就得了 那是真意修行 现在我们对这场事情 盈盈幼幼 模模糊糊糊 好像是看到一点影像 这也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呢 在过去 你也无所知 现在经过这个大经的讯息 好像模模糊糊糊 有这么一个影像出来了 加工永恒 勇猛精进 使真相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显 我们要把 虚妄的 要舍弃 舍弃不是丢掉 不是不要它了 舍弃是不放在心上 舍弃不是从思想上讲的 从见解 从思想上讲的 那我们舍弃什么呢 舍弃是八十八瓶 舍弃是八十一瓶 撕货 也就是说 把妄想分别 执着 舍弃 与四十 这个四象 不相干 花言经上讲的好 四四无碍 离四无碍 障碍在哪里呢 障碍就是你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思想 换一句话说 真正障碍是发生灾 妄想分别之处 在舍弃界里头 最严重的就是 妄想之处 不是 分别之处 我们讲舍弃 舍弃这个东西 舍弃分别之处 写其错误的想法 看法 这个样子 境界里面呢 就不会有障碍了 境界 无不是美好的 逆境 过云都能转变成 善云瞬间 转境界 佛菩萨 跟我们不一样的 我们不会转境界 随着境界转 很苦啊 深苦 辛苦 苦不堪言 就是我们转不了境界 学会 学会这个本事 能转境界 逆境 转成瞬境 卧云 转成善云 你怎么不自在呢 得霸自在啊 再看第八句 后名 调伏行 这个行念去身 用它念恨 它是动词 它不是名词 行动啊 行业 所以我们一般都称 修行 我们的行业不善嘛 把不善的行业修正过来 现在人呢 趁行为 也行 为是作为 行为的范围就大了 四项 无量无边 佛把他归纳 为三大类 就是 无量无边的行业 总不出 这三大类 这三大类 是能造 忏悔记里面所讲 普贤菩萨教我们的 往昔所造 诸卧业 藉由无实 贪嗔痴 从身与意 之所生 所以 行业再多 总不出 身与意 这三大类 我们称为 身与意 身体造作的身业 身体造作的身业 口的造作呢 语业 念头 其心动念 是意 总不出 这三大类 这个三大类 造作不善 如何能把它 转握为善 这叫修行 调伏行 就是修行 调伏是修 调 是对意 意 说的 齐心动念 福 是对于 身口 说的 身口 要降 福它 佛所用的方法 对于身口 用戒律 用戒律来调佛 对于意义 在用定会 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能够 体会得到 调伏 身口 容易 一个戒律 这两种事情 都调伏 妥当 意义难 齐心动念 那个太难了 你看 用定会 两个方法 来调伏 一个意义 意义 必须 直 才真正调伏了 没有 觉悟 靠定功 定是福 觉悟了 智慧开了 挑顺了 化解了 那么由此可止 行为 错误的行为 感到 不善的鼓抱 严重的是三土 其次的 是你这一生当中 挫折 挫折 凶惑 事事不如意 这是这个讲的 现报 现世报 来生后世 三土 三土叫果报 佛经上讲的 现世的叫花报 这是比于植物 植物先开花 后结果 这花不好啊 果物怎么会好呢 实实在在说 我们无时接来 烦恼吸气太重了 贪图 五欲六成的享受 不肯放下 不知道修复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我们 我们 冷静想想 是不是 顺人力气 要认真反省啊 许许多多人 天天在造作 自己并不知道 这叫迷惑 自己晓得 但是 但是还是要做 不知不觉的 还是要做 那是业障太重啊 修行 修行 是真哪 过人 善跟父的音乐 不同 善道大肆讲 欲言不同啊 但是有些时候 机会也是可以创造的 有些机会在现前呢 你要能掌握得住 你会成功啊 事出事法 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啊 有些人 受货于 一个人进修 有些人 受货于在大众共修 各个不相同 我是受货于哪一种 要通过试验才行 不通过试验 自己也不晓得 所以 你跟大众在一起共修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觉得很好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是吗 心情能够安定 烦恼情 身心感到清安 这个心情好 如果跟大众在一起 宣修 感到 是非多 烦恼多 自己身心心不安 自己身心心不安 你不妨试试 一个人进修 试验一段时期 就晓得了吗 一个人行不行 过人根性不相同 但是 修行的条件要具足 条件不具足 无论是 与大众共修 或者自己自修 都有障碍 条件不具足 条件不具足 什么条件呢 心结 这是修行 基本条件 修行的道理 你懂不懂 方法你懂不懂 境界你明不明了 你对这三种事情 都有相当 基础了 然后问你 你信不信 真信 一丝毫怀疑 都没有信 这个叫 心具 条件 你不能不具备 心结 这要参学 要寻思 求道 至少把这三种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今天 修 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的道理 一定要清楚 净土修行的方法 要知道 要知道了 净土修行的境界 要认识 你不至于走错路 这三种事情 这三种事情通通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看 什么样的方式 合适 当然这个里头 还是要具足缘分 真实的成就 要烈死烈心的 华言会上 善财同子 做出榜样来 给我们看 善财同子 没有逃避现实 他融入 众生的社会 每一天 跟什么社人往来呢 男女老少 要过行过夜 烈死烈心 在这个里头修什么 修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这个是佛法里头 最高级的修行方法 最殊胜的修学方法 这个不是普通方法 普通方法 要选择修行环境 善财不选择 善财随远 什么环境都好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善缘物缘 通通好 决定没有障碍 他在顺境 善缘里面 修什么呢 修不贪不吃 在物语 在逆境里面 修不成 你说怎么不好 外有振折 外有恶忍 忍如波罗蜜 你到哪里去修学 大臣经教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忍如波罗蜜 是禅定的前方便 我们晓得 这八万四千法门 修行的总枢纽 是禅定 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里头 持戒 不时持戒 忍如今进 这四样东西都在戒学里头 都是有戒学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六波罗蜜是把戒 开成前面四个 你要经不起 逆境的考验 你人入不能成就 你哪来的禅定 禅定是在一切经验里头 不起心 不懂命 不分别 不执着 调伏 三十六度 调伏 生口意 三叶行为 现在时间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行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行为